Hello 大家好 这是剪剪 我最近不是就把头发剪短了吗 然后发了照片之后呢 评论区有好多人在问 这种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 所以呢 有球兵剪上线了 当你化了一个美美的妆 拿起手机开始自拍 但是拍出来的照片是这个样子的 这些拍照问题都有过吗 于是我苦心钻研总结出了三个 自拍的时候一定要避开的雷点 还有不会自拍的吗 让你分分钟学会怎么样拍出日系氛围感的照片 一定要避着第一个雷 就是手机的设置问题还有光线 这个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就是同样都是手机拍出来的照片 为什么你在家拍出来的照片 就这么糊没有质感 博主的自拍呢 不仅妆容很清晰 不会吃妆就连睫毛都根根分明 把我的独家秘笛分享出来 现在我的卧室呢 是只开了一个头顶的灯 就这个头顶光吧 是个大雷 你看它不仅把我的法力 用门起来很特别的明显 把我照出来的脸还是阴暗分明的 你们如果自拍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就放弃吧 这个头顶灯真的是很少能拍出 好看的照片 而且我脸的妆基本上就是照出来了 整个画质和质感都没有刚刚好 是不是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上一个小台灯 或者是这样的小号的打光灯都可以 这个很便宜 我记得买的时候35块钱好像是 因为这个灯很亮 如果你这个光位是直接打脸上的话 这个光位很硬 而且很刺眼 所以呢我把这个灯往下照 让它这个余光照到我就可以 就不要直面我 光线就会很柔和 就不会很硬 一半都是让它照地面 然后放在我的正前方往后挪一点 不要太靠近 我们再看一下这张照片的问题 就是头顶光 它的光源呢是从上往下照的 就会把脸的纹路照得很清晰 这张图的成功呢 是因为它的光是从两边照过来的 然后我面前呢也有光源 就会把脸照得比较薄嘛 像什么法令文啊 眼大家都没有那么明显了 所以说如果在室内光线不好的情况下 这一套是最全的 不仅能把你的脸照得很白很好看 脑袋后面的灯呢 还能把你的头发丝照得很清晰可见 就会很鲜 如果家里面没有这种打光灯的话呢 找一个台灯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点就是尽量我们选择用原相机来拍照 因为我自己感觉吧 就是现在的审美才改变嘛 不是之前那种每年相机拍出来之后 很完美像假人一样 现在的审美更偏向于那种自然又不假面 很耐看 所以千万不要每一相机直接出图了 安卓手机的话应该都会带一些美颜 我们可以设置里面关掉一些 屏幕手机的话呢打开设置 然后呢找到相机 打开保留设置 打开相机模式 智能控制 曝光调整 还有实况照片都打开 还有镜像的前置镜头要打开 关掉这个智能的 HDR 然后我们再返回相机 点开这个左上角 这个我是调好的 原来呢是在这里 点一下屏幕这个小太阳就出来了 这小太阳也是我调过的 它应该是在更是高一点 正常的是这个画质 我们就想提一个画质的质感 把下面呢这个曝光减0.3 然后这个小太阳 你们看一下 我是觉得往下调会更有质感一点 调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呢长按屏幕 它就锁定了 不管你怎么动都不会变 安卓手机的话还可以调下这个曝光 你们也可以这样调的试一试 然后找到那个皮肤最好的状态 是不是很简单的提高了我们照片的质感 还有清晰度呢 你们一定要学会在走 真的好好用 第二个一定要避得雷 选择适合的拍摄背景还有穿搭 自拍的时候呢 不是随便一个地方都能拍好看的 也不是随便一件衣服就能够把它拍好看的 拍出日系的氛围感 跟衣服和背景是有很大关系的 当你的背景和衣服不搭 或者是妆容和你的造型 穿搭完全不搭的话 就拍不出那种很好看很惊艳的照片 实在不会的 记住一个原则 就是颜色简单的背景 还有衣服 不是越夸张越好的 干净整洁舒适最好 还有一个小点 就是要请打开相机 看自己美不美 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的亲身经历 好多次都是随便拿手机照照 感觉不错 赶紧拍几张 然后回过头去看这些照片 好好看呀 第三个要避得雷 干净的妆面 还有适合的口红色号 想拍那种日系的氛围感照片 口红颜色的色号 一定不要太死亡 也是我的亲身经历 有的口红色号 真的上镜好难看呀 就是不仅显得没有气色 脸很黄 拍出来看也很齐 玩就很显老 想拍那种日系的氛围感照片的话 尽量还是选择口红颜色浅一些的 这三个雷坑 如果你都已经完美的避开了的话 那你就离成功更进一步了 家人们 我剪完三个避雷指南之后 发现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就是这个视频完全装不下 我怕内容太多的话 你们吸收不好 然后也没有耐心看下去 后面讲的呢 就是怎么用拍照姿势来 规避一些面部的缺点 还包括了很多表情管理 怎么选照片 还有很多很可怕的拍照姿势 最后呢 还要解析了明星的拍照动作 如果你们要是想看完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抠一个1 如果点赞过2000吧 那我就重新都拍一遍 重新再整理一下再给你们看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